我们是十几个人,他们是四、五个人 在到达飞机的时候就产生惨斗 我们把他们枪架一下子就暴走 人马上就把他们打到在地上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交谈的机会,没有说话的机会 十几个人就是一致的动作把他们交卷了 但是在这个机窝的旁边,机窝的土堆上面 有三、四个军人,他们都是拿着枪枝在,对到我们扫射 所幸的,我们一个人都没有被他们扫射打 都爬上飞机了 从开始战斗,爬上飞机,大概是 然后发动机起,发动 当中间的时间大概是,也就是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就完成这种任务了 飞机发动了之后,马上就 机门一关,我们就走了 他们死掉的人就摆在那个地方 他们在那边不断打步枪 打步枪,好像没有达到我们飞机的要害 我们马上就划出来,对到跑道就起飞,就走了 当时我们就考虑了,这飞机的油量够不够 因为油量,就是不可能直接飞到台湾的 那油量,我们就先飞海口 就飞到海口了之后,把所有的消息都释放出来了 那我们的空军总部就报告了 而且前头的经过,在云南所产生的这些情形 都告诉向上帖报告了 那我们等到上帖报告了之后 就从海口就直接飞到台湾了 这个时候,我们 这就是平安回到台湾来一起的经过 这也就是我一生的情形 那回到台湾了之后 还是在整个风雨飘摇当中间 继续不断地 国共的内战继续不断地在打 然后我们就听到,海口实现了 云南当然也实现了 很多地方都实现了 还有云南所有成出来的军队 都向缅甸那个方向转进 那之后 我们共产党的军队 然后就开始要向台湾进军 所幸在古临头一战 让共军就不能够再前进一步了 因为那个时候共军 他们有几个缺点 第一没有飞行 第二没有船盆 他们的海军没有 本来在抗战以后 我们中国也没有海军 只有美元的几艘船只而已 中国的海军也是非常没有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空军建立起来 也是非常简陋的一种空军 回到台湾来了之后 不久 我就被调离了空军二十大队 十一中队 调到台中去飞文士机 文士机是英国飞机 跟美国飞机 形式不一样 文士飞机就是一个战斗机了 是有轰炸战斗机 文士机 后来美国也有比二十五飞机 补给空军第一大队 那个时候我是在空军第一大队 一中队 那个时候我的中队长叫神之灵 每天就在给我们做飞行训练 这飞行训练就是飞比二十五 比二十五 因为我在这个队上 飞行技术这方面 还得到长官的赏识 但是比二十五文士 这飞个两年 零件也没有 飞机也慢慢慢慢地挪 挪后也不好了 那比二十五在美国也不生产了 也攻击不上 而且局势的转变越来越 后来这马上在1952年就发生韩战 韩战一发生了之后 这美国的军队马上就要保护台湾 就进驻到台湾 进驻到台湾了之后 这马上就成立了美军顾问团 就要去选择 中国空军的优秀人员到美国去参加高级飞机的训练 那个时候所谓的高级飞机 就是喷颈机 那个时候喷颈机 就要选拔有很多优秀的人员去 结果当中间我就在选拔的名单当中间 但是中共空军呢 那个时候啊 他的这个传统的作风 是以这种虚众队的传统作风为主 我们这个轰炸队的人呢 但是啊 一下子之间被他们 这个所谓的中共空军第五大队 一个冷赔素 他是个中队长 他建议让他们的驱逐队的人员飞 轰炸队的人员不飞 所以我们轰炸队的人员就被排斥在飞这种 喷颈机的这个战力之外 那我们空军第一大队就被减散了 那我那时候就被减散了 送到空军官下做教官 我送到空军官下做教官 我就带了两期学生 这两期就是 第35期 第36期 里面都有我的学生 而且我非常努力地 把这些学生训练成功 但是当时这个国家的情形是在风雨飘摇 中国空军官下就有一个教官 飞了一架飞机飞到中国大陆去 结果东台来 所有的这些教官 都被政工人员监视着指使着 那我也 我一位这个家里面 老婆爱主 那么负债累人 一下子被 被 官校 让我暂时停飞 正好那个时候 美军要选择很多人员到 这个 美国去受训 当初就有一个 美国奴军飞行队 他们也要送过飞行员去 奴军根本就没有这种材料 那空军呢 那空军呢 他是 有这种 基本上 有这种 飞行的技术 而且有飞行的知识 那我就开始报名 他只选择两个人 那我那时候就变成 当中间 是 派到美国 Texas Ford Rock 去收训 参加 先不先 经过三个月的 语言训练 是一个月的语言训练 是三个月的飞行训练 这样子 我在一百八十多个人 包括美国军人 当中间 我比捏了 登到 这个 学校校长 亲自办法给我的 比捏证书 我在那个时候 也向中共空军 要求我们送一片 这个 国旗 送给这个校长 这个仪式 就在Ford Rocker 那个地方 举行的 我送 他们中国国旗 他呢 就发出我比捏证书 然后 我就回到国内了 我来去都是做他们军舰 去到北国去受训 是做军舰 回来做军舰 我回来是在旧金山的Ford Manson 在那里停了两三天 然后等待了这个通知上船 一直经过日本 然后回到吉隆 回来之后 我就调到奴军航空队 在奴军航空队 就有一个空军 老大哥在那里 他看我非常不顺眼 因为从美国回来 所知识上面比他要强 飞行上面更不要讲了 各方面都比他强 所以说他由于他的忌妒 后来我又到了第二军舰去 反正就是抛人球一样的 抛来抛去 我所带回来的 穿衣结石 省下来的钱 都用在家庭里面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有一天 美军部问 把我叫过去问 你就得愿不愿意 带在中国陆军 陆军航空队 我说 我是军人 是服从命令为天子 这没有什么 我愿不愿意的事情 我自从投降了中国空军 我就是有义务 有决心 就是要为国家作战 而死亡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美军顾问 就是 就把我那刷 放回到空军 空军到空军来 有什么职位可以给我做呢 因此我就在 在这个 训练司令部 去当一个编译官 在编译官 不久了之后 我感觉到 家庭生活压力很重 然后就 又经过美军顾问团 就考了 空军参谋大学 所以 也终于训练班 又到美军去受聚聚 但是 在这个 职位上面 当初 就有一个规定 就有 双方有一个魔器 一定要在 回来了之后 一定要在 空军参谋大学 义务的 做教官 做两年 那我从 空军参谋大学回来了之后 就在 我们 中国 空军参谋大学 住房是在东港 就在那里 那时候 过了两年的 教职的生涯 空军参谋大学的校长 是 李学焉 李学焉江辉 他很了解我 他对我的 过去的生活 历史 各方面 他非常同情 所受到的压力 他也感觉得非常灵敏 我请求退伍 他也支持 这样 我就离开了 中国空军 我离开了 中国空军了之后 而且 他也跟了我一 在台本 一个卷房 这个卷房 是在大同怡村 我把我的家庭 那个时候 我的家庭已经分裂了 老婆也离婚了 我去带着三个儿女 曾副中 曾副刚 曾副起 然后一个卡车 就开到台本来 中途就把曾副起 就送到上剑五的家 然后再继续的就 开到大同怡村 我们就在大同怡村 大同怡村 大同怡村是在新殿 是在一个河边上面建立起来 一个村庄 卷村 是新 新盖的一个 新盖的一个 房舍 里面大概是 一房一厅 然后一个后院 就是中大一个空间 就住在那里 我既然离开空军了 我要求生 那就自我生活 那我首先是在中山本路 有一家专门做美军生意的 一个突产品生意 就在他那里帮忙 他每个月给我薪水 两千块钱 那个时候两千块钱也不错了 够我们家成用 我在空军里面的薪水 也不过是四百 在之后 生活中 大概在初中二年级 他读书也读不下去了 一天找不到人 我也见不到人 我也为生 为求生在忙 那么 他后来告诉我 来见我的面了 见到我的面 他要上船去了 那个时候上船 那都是些年轻 无助的家庭 很寒秤的 这些子弟 跑去上船的 他们 他们 这些商船 那的时候 他就是要这些人来给他卖命 家里面玩枪 差一点 把他的弟弟打死掉 那好了 反正这就是我们的 一切的家庭的 辩护 给所有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历史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后来到 我 后来那的时候 离开了空军了之后 离开了那家 土产店了之后 那我就 就 到了远东航空公司 我在考 执照之前 那那个 每天都是 十二三小时的 在读书 都在研究 怎么样子 把执照考到 很索性 我也考到执照了 后来也成为 远东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远东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最初是让我飞早报 飞了一段时间 就把我 送到越南去 在越南 就飞 从西贡 飞甲 从西贡 飞到很多基地 每一个基地 我都飞过了 弹岸呢 所有的基地 都飞过了 都遇到不少的危险 都每一次 差不多的时间 都带着 这个弹 子弹孔 带着这个子弹孔 回到西贡 有一次 最严重的 就是 飞到 雅庄 雅庄那里是 我那次做副驾驶 正驾驶是 鱼记组 鱼记组是 它的齐比比我低 但是它比我先进去 那一次 我知道的是 我们的飞机 操纵钢线 只剩了三分之一 被子弹打断了 只剩了三分之一 幸运的 还是回来了 这是鸡工长 亲自检查飞机 告诉我们的 但是我们得到奖赏了 没有 没有 我们只是庆幸我们自己 幸运而已 在远东航空公司 过程的当中间 我曾经在联合报上面 发表 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的真命 是不值钱的 因为他买的飞机 都是旧飞机 这个时候 这篇文章也起 社会上面很大的圣经 当然 那个时候 他们 只能买旧飞机 也没有钱买新飞机 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 就是那样子的穷 后来我离开远东的时候 就在越南航空公司 实际上越南航空公司去做飞机员 有一次我跟杨俊杰一道错任务 杨俊杰一道错任务 杨俊杰一道错任务 区别低 但是他做人很好 他做人很好 远东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胡同青 到西贡 到西贡 我们的住处 在住处住导的时候 穿了个拖鞋 需要换鞋子了 杨俊杰马上就去 把他的鞋子给他拎来 这种逢云的这种方式 实在是 了不起 所以说 他能够做 证价式 在圆东就做证价式 圆东做了证价式 所以说他到越南航空公司 他也做了证价式 那个时候我们是 一道飞 DC6 从西贡 飞带滥 他 因为 风向的关系 车风 降落 结果一下子 划出跑道 我手帮决烂地把它纠正过来 回到廷吉平 我们就到 饭店里面去 入学了 到第二天 他要起飞 他要走 回到 这个基地 西部 然后我说是昨天 滑到 滑出跑道 要检查检查 他坚持不检查 坚持不检查 我就给他发生了那些 不同的意见 我说是 你要不检查就走 那我就不走 我非检查不可 他无奈之下 就去 匯同机工帐再检查 一检查 他在轮子 的圆柱上面 已经发现了 离痕了 这下子 他 筋倒了 这下子 很长一段离痕 现在那个地方 当然不能起飞 这下子 机场里面的 管理人员 航管人员都知道 就 拍了电报到 西贡主部 这下子 我们都 没有办法 坐那架飞机 飞回去 只有坐别的飞机 回到西贡基地 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 危险 但是 都受到上天的照顾 没有牺牲掉性命 那么 这就是我的 医生 空军 我回到台北 我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 越南能县的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 因为 我们这个 那个 和彭的关系 那没有做完 他 丢掉了 越南空间 越南公司 原航公公 航公公公司 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 怎么办呢 有一位律师 我没有花一文钱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深深地记得他 他帮我义务做律师 然后 打官司 得到胜利 而且定验 那正好 这过了几个月了 大概是两个月吧 我们回来了这两个月之后 越南航空 越南完全彻底 能县 有一架飞机 偷跑 啊 飞到台湾来 这架飞机飞到台湾来 是Major Boom 他们 越南 一个军人出身 那个 叫做Major Boom 叫做Bom 成为越南航空公司的 首席驾驶员 嗯 他飞到 台湾了 这架波音7127 就 为 中国民航局所扣留 这个扣留了之后啊 那就是在 我们依法执行 破败的程序当中间 受到一个很大的阻碍 因此 我跟 民航局局长毛赢出 再三的申诉 但是 他不顾我们的生活的压力 也不管我们 的死活 哎 他要坚持 要把这架飞机 要收回国有 最后收回国有了 哎 发给我有五万块钱 作为 一个小小的补赏 哎 但是 那我们就没有 没有话讲了 但是问题 是 我们 要生活 要吃饭呢 我们 作为一个飞行人员 我们唯一无二的就是我们的技术 哎 唯一无二是我们的技术 我们没有 不能防复我们的技术 就没有求生的能力啊 那我们就 只有向政府起愿了 当时 民进党已经 开始执政了 他在监察院的院长 是排 这个 是由 潜伏在主持 我们写进去的陈情书 得到 潜伏很大的 惊人的反应 然后再从这个 山洞里面 把所有的资料 都拿出来翻过 然后写了一篇 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 第一件事情 就不能够摸搜我们 老不行的财产 无理的 摸搜 哎 他指出来 约翰的民航机 是属于 约翰人民的财产 而不是 是 国家 也军事财产 所以说 不能够这样子摸搜 他的嫩点 是在这个地方 因此要 要陪着我们 那个时候 毛赢出已经不在位了 是有另外一位民航局局长 赔上了我一百五十多万 这个赔上的基础 是按照我原来的债权 以利息百分之五 年利息来计算的 但是国家有一个罚令啊 就是中和所兑税 这个中和所兑税 这个利息也是要 要上税的 因此有扣 扣还过去 有十几万 我觉得 简直是 心里面很不 很不自然 那我又 后来 因为在这个 调查报告书里面 有一段文字 记出得很清楚 交通部 是民航局的上级机关 交通部 要求民航局 要给我做普道就业 但是民航局 所 所托的答复 就是 民航局认为 增援 不公司 典 健康 做普道就业 他们认为不适合 她们认为不适合 这执照是由国家政府罚给我们的 在没有被政府收回有效的执照以前 没有犯罚、没有违罚 这是不能随随便便地把有效的执照变成他任意独裁说一句话 这是违反我们人民的利益的 违反宪法的 宪法第52条有保障人民工作权的条款在那里 也是有宪法第15条也有保障人民生存权的 生存权跟财产权的一个规定在那里 因此我一直就发动抗争 这个抗争就是依法来抗争 从行政院到最高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到司法院 请求大法官解释 他们所作出来的裁定 通通否定我的申诉 这就是我在不断不断的奋斗求生成这一段时期 现在我已经11岁了 我们的家庭 希望 希望你们都能够了解 有很多人的事情 能够了解到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战争的一场 尤其是现在 所有的中国人 全世界的中国人 都不断的在兴奋 中国已经强大了 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人也在国际上面有话语权了 不像我们从现在年轻的时候 只有听从百度 只有听从其他强迫的一种话语 比如像我在我们被受到的东西 就是了解到我们自己 国家层 国家人民 生活程度 教育程度 文化程度 各方面 都好像是 一直能够得住 但是 今天 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庆灵板 我们既然能够站起来 既然大家 都能够 都是世界称之人 那大家都要 有 有 权力 来 发表他的原因 有权力来 申请他的权力 这就是我做了 在今天 我的语气 嗯 江湖的访问之下 所以说是 一番 嗯 嗯 这个话题 是 嗯 也可以说是 我有话要说 也可以说是 这次我的医生 啊 这个是今天 说 说 说的话 很简单 OK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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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